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 周深如果只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 那么这并不属于他本人意愿 综艺节目自然就是给观众带来欢乐的 为了节目效果而出演的戏 自然就不属于明星本人的行为 大家只是把这种包袱当成一个笑点来看就好了 并且周深愿意如此自黑式的表演 岂不是说明他很愿意付出吗 二 周深如果是真实表现 其实也是突出了他的性格 了解周深的都知道 他平时比较大大咧咧 是个非常有感情的人 当然他更多的是愿意把自己欢乐的一面表现给大家 而他在节目中如果是真实表现 其实也就是表达自己的身高矮而已 但人们喜欢他真是因为身高吗 当然不是 他是用自己本身的魅力征服粉丝的 并且这也侧面表达出了周深的单纯的心性 内心没有杂志 过得开心 这也是粉丝希望他过的生活 并且这样的他 相处起来不是更融洽吗 其实无论是什么结果 都谈不上是真正的自黑 因为他表现的只是自己可爱的一面 并不属于负面 希望大家也能够理心看待哦 芒果台一直都是国内新综艺的风向标 这部刚刚开播了元气满满的哥哥 现在又开始对明星考驾照下手了 其实这个综艺切入点真的好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考驾照几乎已经成为了一款标配 而把明星考驾照的求是排出来 光听这个创意 我也想去看一看 但是看完三期新手驾照以后 有这么几个槽点 我还是想要吐槽一下 第一个是 这怕不是两个假教练吧 学过车的人都知道 教练的脾气大多都是这样的 不是打 就是骂 特别是前五六年的时候 多少人被教练凶到不砍再去学车的呀 比如我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打开新手驾照一瞧 这两个教练一个才书是个段子手 讲段子比教明星学员开车还要好 张口就是一段rap 张口就能够成为一级综艺的校梗 说真的 我都感觉我看了一档假的学车综艺 完全就是看教练去逗明星玩了 比如说最初圈的一次就是 才书面对霍尊的时候说 因为口误对他说了一句 给我唱一首卷闸门 霍尊明明唱的是卷珠连 所以这确定不是来造梗的嘉宾吗 比起才书的幽默 优柳哥就更温柔了 几乎是对所有的明星学员们有求必应 而正是这两个教练的表现让很多学过车的观众都有点不适应 下一个就是霍尊开车的时候都撞车了 但是旁边的才书却是等着车被撞 不会踩刹车 天啊 我学车的时候吸个火都要被教练嘀咕半天的 更别提撞车了 所以你脾气那么好还像一个教练吗 第二个 七位的优秀和周深的怂 除开教练表现的优点不真实以外 学员们还都挺靠谱的 比如说周深就太真实了 从第一期开始他就特别的抗拒学车 而上了车永远都是别人都高兴的 然后兴高采烈的学完了 他才默默蹭蹭的坐到了驾驶位上 特别是周深记不住圈 被裁书套上绳子练车的画面 他真的是太搞笑了 讲真呢 周深的身上这股怂劲 真的特别真实 也特别的让人有同感 而比起周深呢 七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典型了 那就是他上车就会开 不用怎么叫 自己就能够完美的驾驶 七位太优秀 对比起周深的怂 这才是这档综艺最大的看点 而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更加突出一点周深 毕竟呢 作为一档综艺节目 大家想看的就是可乐嘛 想要看的就是民生的真实日常 虽然这档新综艺目前才播出了三期 但是已经具有了爆红的潜力 我是一个没有成为任何明星粉丝可能性的人 再喜欢一个艺人也不会着迷 虽然我写了许多篇和周深有关的文章 其实呢 我也并没有去追逐或者是挖矿 我会听到他的哪首歌 或者是看到他哪段采访 完全就是随缘 不是我主动找寻的结果 所以呢 我对那些热情而要理智的粉丝是很佩服的 因为他们可以那样毫无功利性的 专注的 忠诚的喜欢一个偶像 从那位偶像的身上去吸取正能量 这真的是一种好品质 好像是歌手当打之年期间吧 无意间看到了一段周深的访谈 他谈到最初陪伴他的生米 着实感动了我 因此呢 我对生米抱有很大的好感 觉得因为周深的不同 他的粉丝群体呢 也一定和其他的粉丝是不同的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到哪去找那段采访 就评记一些吧 周深说他刚出道的时候出去参加声唱会 然后别人的粉丝装备齐全 整齐化一的为自己的偶像加油鼓劲 自己的支持呢就只有六七个人 却也毫不示弱 大声的喊着他的名字 周深 周深 影的旁人侧目 你支持的这是谁呀 都没人知道还喊那么大声 周深当时就感动到落泪了 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努力 让生米能够因为他而感到骄傲 我特别能够理解周深的感动 因为一个偶像成名之后 粉丝队伍庞大 成分就会复杂起来 动机也就不一定单纯了 尤其粉丝形成了组织 加入了商业因素 有了利益追求 各自变得鱼龙混杂 而周深最初的生米 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 甚至因为周深还没出名 他们就连虚幻的荣耀都没有 那么他们能够去追随他 支持他就只有喜欢他的人 他的歌一个原因了 我想周深在演唱会上屡屡提及 并感动落泪的 就是这一类陪伴他成长 见证他成功的生米 随着周深名气越来越大 生米的队伍也日渐庞大起来 我相信啊 很多新家务的生米 与最初的生米是一样的 只是发现周深这个宝藏版一些了而已 但是一些人因为别的原因 成为生米也是在所难免的 自从我开百家号 写了几篇有关于周深的文章 我就感到了生米当中 已经有些人饭圈化了 或者说有些饭圈习气的人成为生米了 只要与他们的想法 或者是爱周深的角度方式不同 就骂黑子 影响号蹭热度 扣居心叵测的帽子 还自我授权 跑到我这里来指手画脚 要求我不能够写什么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